原型窗景柔和灯光交织出品影之美 华美图样精细做工既古典又雅致 台北偶戏馆以品影戏起源传说为题 举办当思念陈颖品影典场展 带领观众感受品影艺术之美 这次我们举办当思念陈颖品影电场展 那它其实从我们馆内总共有4000多件的品影偶去挑选 展览顾问精挑了47件出来 然后放在我们展间里头 那在展场之中你可以看到 其实这次我们挑选的几乎都是 跟河北软州派的比较接近 那它们的特色就是有 它们的戏偶尺寸比较小 然后会有通天的鼻子 然后还有连环眉 仔细看的话可以看到 这是主要它们的特色 这次我们用当思念陈颖这个议题 也是希望说其实会让大家去联想到 其实过去皮影的一个传说众说纷纭 那其实最著名的一个是 汉武帝他思念礼夫人的时候 然后他请他的臣子们去 让这个礼夫人复活等等的这个方式 那当时就有了这个皮影的传说 他透过一个光影的布幕的方式 让礼夫人重新复活 那所以其实这次在我们展场中 一进来就可以看到关于礼夫人 跟汉武帝的这个细偶的摆设 那让大家重新去想到这个传说的一个起源 那他同时也是我们这次展览的起源 所以当思念陈颖他不只是 他算是一个双关 他有一个陈颖的这个意思 那当然也有 当我很思念一个人的时候 最后他成了一个 可能会成为影像 会成为什么 那他现在过去在 在很多年前他是成为皮影细偶这样子 所以我们取名叫当思念陈颖 园林弄影展区展出黄沙百战 礼清照 细凤 雀桥渡 西游记等八个不同皮影剧目 错落的摆设方式如园林般蜿蜒 让观者穿梭展间 感受思念时曲折的心路历程 这次我们总共分为四个区块 那一进来以后会先看到 皮影的起源 也就是李夫人跟汉武帝的一个故事 那第二个展区其实可以看到 也就是我现在身后的这个地方 那它其实就是 我们把它叫做园林弄影 那其实它 我们摆了总共八个木片 那上面呈现不同的一个 皮影的故事这样子 那同时它其实 你在这些木片穿梭的当中 其实就好像在园林一样 那也透过一个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其实它后面都 我们都把它切了一个圆框 那其实这个圆框也是有点像是 窗框的一个概念 所以有窗影 然后光影跟皮影的结合在一起这样子 所以这次不只是皮影系 我们让它有多重的影的一个呈现 然后面第三个展区是关于皮影图样的一个 我们透过投影的方式去让它 让观众可以看到不管是这次有展出的 或者是有一些皮影系 它的状态比较不是那么好的 不能展出的 那我们也觉得很可惜 是不是可以透过一个方式 数位的方式让大家重新看到这些作品的一个小细节 它的特色包含是它的藕衣上面的一些图样啊等等的 都可以放大让观众更仔细去看到 那在墙面上也有一个说明 所以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认识皮影的一个内容这样子 那最后一个展区是互动展区 所以我们其实希望大家透过我们的色片 那很简易的一个方式去重新拼凑自己关于思念的形状 那它可能可以是一个 不管是什么你想到思念的时候 在你心中是什么样的一个形状把它贴上来 那大家去重新集体去创作一个作品这样子 馆内典藏的皮影细藕除了各类角色 还有多样的布景道具物件 在保存不易的状态下 要将细藕做展示呈现 馆方也费尽心思 皮影细藕的制作其实蛮繁复的 那其实这次他们会用不同的皮去制作 那其实这次我们主要展出都是以驴皮去制作的 中鸾州派的会是以驴皮为主 那其实制作的工序非常繁复 因为你要不断的去 它有好几道工序 那不断的去压制啊等等的各个步骤 然后就要再上色 其实这非常的繁复 同时它的保存也很不容易 因为其实像再次的 我们在重新梳理我们的皮影点藏品 那就会发现有的它可能已经皱了 或者是即便它是在我们的库房里头保存 有恒温啊恒湿等等的一个设备 那它还是会有比如说出油的一些状况啊等等的 或是脆化 所以其实皮影的保存相对于其他的 比如说布袋戏偶等等 在对我们偶戏馆来说 它的保存相对比较不容易一些些 所以这次大家在 其实在展出这些作品的时候 我们也考虑了非常多 包含要怎么让它重新让观众看见 因为它其实不太能够重压 包含我们这样子去触碰等等 所以都是要全程戴上手套 然后我们邀请九博艺文团队进 然后他当我们的一个 算是这次的一个顾问这样 然后他们也帮我们缝制这个皮影戏哦 因为它的姿势啊都会不一样 就比如说你看到这一尊它是作者的 然后顾问就是我们这次的展览顾问 他会去安排说 在这个木片上 这个展区它这个展示 他想要去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呈现 所以他可能会挑 比如说他想要小蛋小生 然后桌椅他怎么去搭配这样子 所以其实这每一件都是 顾问他去搭配出来的 展区思念的形状 参观者可以运用几何图形的色片 创作当代皮影 工作坊带领民众体验探索 自身感受 开启与传统戏友的对话 因为我们的展区除了展览以外 希望大家可以透过体验的方式 更深刻去感受 去认识我们这次的皮影的主题 那所以我们另外也举办了 六场的延伸的工作坊 那在六七八月的时候也都还有 那我们其实这次不只是 邀请大家去重新制作皮影啊等等的 另外我们也希望大家透过思念 还有影这件事情去 不断地去重新去诠释这件事情 不管是说光影剪纸的影 或者是说影像的呈现 有时候我们之后可能会有 蓝塞的工作坊等等的 那希望大家透过手作的方式 去带到跟自己相关思念的故事 然后重新带到展览里头 那他们在制作的过程中 也重新去回溯 好像仿佛 和武帝一般 你在思念一个人的时候 你会去做 会做什么事 那你可以选择 比如我想要用剪纸的方式 去呈现我的思念故事 我想要用影像的方式等等的 所以欢迎大家来到台北偶戏馆 去报名我们工作坊 然后更深刻认识 皮影西游这样子 当思念成瘾 皮影典藏展 即日起在台北偶戏馆 展出到10月30号 欢迎民众前往参观 领略皮影艺术细腻雅致之美 记者离席会台北报道